好,題目 A B C豬,請問你磁場強度由大排到小? 由大排到小? A大 B大於C大於豬還是怎麼樣? 磁場由大排到小? 30 A大於B大於C大於豬還是什麼? 重來重來 請坐 C大於豬大於A大於B 好,重點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A跟B誰大? 我怎麼知道A會大於B的 告訴我,我根據什麼 比如說我根據電流 還是我根據什麼東西來知道誰比較大 我用什麼知道A跟B誰比較大? 我們應該要找一個小女生 為什麼沒有可愛小女生 為什麼沒有可愛小女生 12號 小老師到了 圈圈什麼? 你跟我什麼? 圈圈數目 比較好的說法叫做 雜速密度 越密的 同樣的距離 越多圈人 越密的 就會比較大 所以我就知道 A大於B 那請問 我怎麼知道A跟豬誰大? 我靠誰 靠什麼知道 豬大A的 我靠什麼知道 豬大A的 二七 你認識嗎? 電池數量 電池數量 不算錯 可是我們不喜歡這個講法 我們要講的是 因為我們說 因為我們說 影響磁力的大小是電流 因為電池多 所以電壓大 因為電壓大 所以電流 大 比較正確的話 是因為電流的關係 好了我就知道 豬大A因為豬有兩個電池 電壓兩倍 那我怎麼知道 西根豬誰大? 我靠怎麼知道 西根豬誰大? 他有鐵心 他有鐵心 我怎麼知道豬根 六號 他有鐵心 請坐 因為他有鐵心 所以 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 因為有鐵心的 磁力會變大 這就是我判斷的方法 請你要徹底了解我 到底是根據什麼 知道 誰大誰小的 這三個事情 都是我們未來考試中 會出現的考試重點 請你要明白 下一題 下一題 請問你 七包線繞軟鐵棒 巴拉巴拉巴 我想要增加磁場強度 哪個方法 無效 哪個方法無效 哪個方法無效 一號 出 出 比例 好噁心 加電壓就是加電流 電流大 他就會 磁場就會強 電煮小 磁場就會強 磁朵多 磁場就會強 那為什麼放銀棒無效 那為什麼放銀棒無效 那為什麼棒贏棒無效 23 他沒有磁性 這個講法不算錯 可是比較好的講法是 他不是磁性物質 他不會被磁化 我們前面說我裡面放軟鐵棒 磁力會增強是因為軟鐵棒被磁化 多了一個磁長多了一個磁力 銀棒不是磁性物質不會被磁化 所以不會多一個磁長不會多一個磁力 所以棒銀棒無效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二指